这个女人实在太奇怪了 跟只见过一面的陌生人 大喊 吓得对方一个机灵 还像黏人的小狗一样 步步紧跟在陌生女人的身后 抓着旅馆老板娘的手 做出大大的响声后 微笑着喊对方 所有奇葩的举动 都是她表达善意的方式 华丽丝是一个流浪汉 晚上随便剪一张纸皮 随便找个角落就勉强安睡一晚 饿了就去翻垃圾桶 拧开瓶带不管不顾往嘴里灌 填饱肚子就行 白天就出去四处晃悠 寻找就业机会 这天在商场的洗手间 一个哭哭啼啼的女士跑进来 推开洗手间的门 被吓了一跳 大喊着要报警处理 华丽丝看着对自己满脸嫌弃的女人 召集辩论自己已经无处可去 没想到在公交车上 俩人又遇见了 递过女人落下的心结 狠狠亲了对方的手 可以看出她并不是一个坏人 下车之后 无依无靠的华丽丝 紧跟在她的身后 想要玛丽莲收留自己 好心的玛丽莲 勉强答应收留她一晚上 从此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玛丽莲的推荐下 华丽丝在一家餐馆找到了工作 她每天都努力工作 下班后也认真看书学习英语 这一天 餐厅来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不吃饭只盯着华丽丝的侧脸发呆 她看到华丽丝把客人吃剩下的汉堡 悄悄藏进自己的口袋后 来到华丽丝的身旁 掏出钱包地给她一张名片 并且告诉华丽丝 她的侧脸很高级 如果想要做模特挣大钱 就打电话给她 华丽丝惶恐不安 想要找玛丽莲做决定 当她回到家的时候 却发现玛丽莲跟男友在做游戏 她生气地跟玛丽莲说 只有哥里过的女人才是好女人 玛丽莲都听懵了 好女人 哥里 真结 她听不懂华丽丝想要表达什么 直到华丽丝缓缓聊起自己的群板 将自己最隐私的部分 呈现在她眼前的时候 她才明白了什么是哥里 将女性特征最脆弱的部分歌曲 然后缝合在一起 听着华丽丝平静地讲述 所有女人都是这样的 玛丽莲颤抖着流下泪水 她不敢相信在文明世界中 还有如此恶毒摧残女性的存在 她拉着华丽丝的手告诉她 不是这样的 这里的女人都不需要做这些 华丽丝听完之后崩溃大哭 她一直坚持地信仰坍塌了 从三岁开始受过的罪 仿佛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受哥里的迫害 华丽丝的身体早就出现了问题 发现体内的炎症太厉害了 必须得动手术 于是便换来董索玛里语言的护士 让她帮忙翻译安抚华丽丝 可男护士却歪曲事实 不断语言攻击华丽丝 说她动手术的行为背叛了她的家人 骂她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华丽丝痛苦极了 泪水顺着脸颊流下去 忍不住逃离了医院 失魂落魄地走在街头 这时她透过商店的橱窗 看见一个全身包裹黑布 只露出眼睛的女人 她想起了自己的家乡 想到了自己背景离乡的经历 女人双手撑在地上 慢慢挪动身体靠近男人 全身都写满了抗军二字 男人戴着大金表的黑手 轻轻覆盖在她的手上 炫耀地说 展示着自己丰厚的财力 她就是华丽丝要嫁的丈夫 一个满口大黄牙的糟老头子 父亲为了区区五头骆驼 将女儿卖给老男人做第四任妻子 华丽丝无法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 连夜逃离了这个家 她光脚穿过荒漠 攀过乱石堆 脚上全都是乱石割破的伤口 困了就袭地而睡 饿了就肯树皮 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城里外婆家 吃上了一顿像样的午饭 外婆看着狼吞虎咽的孩子 满眼怜惜地说 于是便脱关系 将她送去了英国伦敦 她的姨妈是个大使夫人 想要找一个女佣 她全力奔跑 不就是要逃离那样的生活 改变命运吗 何必在意其他男人的话呢 想通之后 华丽丝重新返回医院 接受医生的治疗 摆脱了禁锢自己十几年的家族 在玛丽莲的照顾和陪伴下 华丽丝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这天两个人在户外野餐 华丽丝掏出了餐厅内的男人给的名片 玛丽莲接过名片一看都震惊了 特里 唐纳森 是伦敦最顶级的摄影师 连戴安娜王妃都是她的顾客 便立马鼓励华丽丝去找她 当她拉开这扇门的这一刻 华丽丝的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扭转 跟唐纳森一碰面 华丽丝就毫不客气地追问 做她的模特拍一次照片 可以有多少佣金 唐纳森忍不住大笑起来 说她是第一个跟她要酬劳的人 但唐纳森非常看好她 二话不说就给她化妆拍照 连高跟鞋都不会穿的她 在经纪人面前出镜了洋相 但凭借着唐纳森的照片 还是成功被选上 参加模特培训 开启了自己的模特事业 为了让自己更加专业自信 玛丽莲还陪着她一起练习走猫步 从开始的跌跌撞撞 到越来越自信有范 她身上的超模位更足了 庞佛是天生的舞台之王 果不其然 她获得世界各处的时尚邀约 准备去美国走秀正大前了 结果在她来到机场等待登机的时候 却被警察拉走关了起来 原来当年她来到伦敦不久 她的国家就发生内乱 驻伦敦大使都被号召回国 华丽丝不想回去就逃走 在伦敦流浪六年 护照早就过期了 为了解决护照问题 她选择跟公寓的维修工价结婚 并且住在一起生活 企图骗过移民局的检查 最后她成功拿到英国的永久居住证 开始专心搞事业 很快就火爆全球 成为了世界顶级的模特 三岁女孩被母亲禁锢在怀宇 惨叫声响彻怀宇 老鹰在他们上空盘旋着 行李的老妇人 用残破的刀片一刀一刀地 把她身体最脆弱的部分割掉 再用金和欢树的尖刺 将她封锁起来 只留下火柴头那么点大的洞 用来日常排泄 而这种对幼年女孩施加的酷刑 只是为了保证女人的纯洁 行李的全程都没有消毒和麻醉 小华丽丝缝合后伤口感染 差点高烧去世 而她的姐妹却没有那么醒 女记者听着华丽丝的讲述 早已泪流满脸 而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遭遇 全世界有1.3亿女孩和妇女受此摧残 全球每天有6000个女孩 在接受惨无人道的割离 当华丽丝成为T台上 最耀眼的黑珍珠 在模特圈的名望达到巅峰的时候 记者问她的命运 是不是在餐厅遇到唐纳森是改变的 华丽丝却说命运在她三岁时 获得多一碗米饭时开始改变的 母亲将她抱在怀里亲吻她 抱着她走向沙漠的时候 她的幸福童年就戛然而止 当命运没有善待她 告诉她要像其他女孩一样 要接受买卖婚姻的命运时 她说不 当所有人都认为 一个13岁的孩子穿越沙漠必死无疑时 她说不 当粗陋的习俗给她洗脑 告诉她只是男人的附庸时 她说不 她靠自己的顽强 成长为真正的沙漠之花 世界已痛闻我 我要抱着以歌 当她拥有足够声望和能力的时候 她选择站出来 与超过3000年的恶习作斗争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反对歌里习俗的女士 在她的努力下来 非洲先后有30个国家 立法废除了这个传统 保全了无数的非洲女童